曾昌站在港湖區總部往外看 第一個瞄準的就是捷運文湖屑 貪污更可怕 我們曾經去文到行政院 希望用高運量的方式 是被當時的行政院 民進黨執政的行政院 以及當時的交通部長葉吉蘭 所否決 所以蘇院長在做這個 指控之前 他最好先做些功課 搞清楚狀況再做指控 有公文為證 89年5月台北市捷運工程處發文 市議會通過建議文湖縣 改用高運量系統 向中央申請經費 不過交通部回函 政府經費短促 要變更設計的追加預算 得請北市府自行負擔 中央不再增加補助 當時否決提議的交通部長 就是葉菊蘭 不必把責任推給別人 而是現在市民痛苦不堪 趕快解決市民的痛苦最重要 現政府決策台北市照辦 蘇文昌卻要好龍斌蓋瓜成袖 中央亮文湖縣到底是誰決策錯誤 一份前朝公文好書各自表述 2002年剛好是剛剛當選立法委員 然後呢我們每次在經濟委員會審預算的時候啊 台北市跑在立法院的那個聯絡人就很可憐 他就一個拜託他說陳委員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爭取台北市的捷運的預算 那米娜完全就是不理他就是不肯給錢 就不肯給錢是很清楚的 那你中運量高運量還包括為什麼是高價不是地下化 牽涉的錢都是都是幾千億的錢 台北市政府根本不可能有這個錢 那我其實很同意蘇貞昌的談話 他說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 然後在他們的任內既做了錯誤的決策 也做了貪污的行為 所以呢這兩件事情都是陳水扁跟蘇貞昌時代做的 我要講一起講 其實不是只有內湖這條捷運 當時葉菊蘭跟張俊雄院長不給錢 台北辦廳奧會 那個時候行政院長蘇貞昌也不給錢 他不給錢的過程好笑到什麼地步呢 他2005年他給高雄市運 他們是兩個同一年要辦的體育活動 他給高雄市運30億 給台北市300萬 2006年給1000萬 2007年給2300萬 2008年台委 台灣的行政院體委會 在馬英九已經當選 還沒上任的時候 突然打電話給盛志仁說 他要補助他23億 盛志仁以為他見了鬼 怎麼會從300萬掉到23億 這樣他就覺得有夠現實 那蘇貞昌在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或者是張俊雄在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對於台北市不管是要捷運 其實當然你現代的城市 沒有人走高價的捷運 要地下化也好 高運量也好 他都不給錢 然後Tino他也不給錢 國際體育比賽 花博現在也是一毛錢都不給 我認為他在這一次的整個 禮拜六禮拜天的造勢大會 是沒有做好功課 然後他想從花博這個戰場 趕快轉移 因為他發現他以前捅錯了蜂窩 因為他現在被大家找出來 在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一毛錢都不給花博 搞到花博要營運六個月 總預算只有95億 其中還有將近七億要保留到未來三年用 所以只有85億 比高雄市運只要15天的預算還要少 所以他現在希望創造另外一個議題 沒想到另外一個議題 也是另外一個行政院長張俊雄跟葉劇蘭留下來的 所以我基本上會覺得他的談話 他的結論我不同意 可是他所講的沒句話 如果沒有蘇貞昌這個人 那沒有他想要攻擊郝龍斌 其實都對錯誤的決策比貪污可怕 那就是他 然後貪污也很可怕 那就是他的老闆陈水扁 他們不管是誰當行政院長 他把台北市當成中國城 他把台北市市民當成敵人 所以所有的錢他通通都不給 結果我常常就講說 我其實現在因為我老了 我看很多事情 我就會覺得人生是一種報應 我覺得蘇貞昌當時所有的預算都不可以的時候 他做夢都沒有想到有一天他要來選台北市市長 蘇院長的言論集裡頭有一篇非常有趣 他就說他補助了高雄什麼什麼建設多少錢 補助了台南什麼什麼建設多少錢 而且最後就是說 我們這些錢就是要給中南部 不能夠讓台北市太美麗 這是他的言論集裡面 就揭露出來一段非常有趣的言論